第363集 它长达十几米 可大可小 能在数十人前进 无需以神力催动 只需植入一些圆 就可以急速飞行 比一般的修士飞得快很多 这样的灵宝 一般人炼制不出来 需要刻上很多反复玄傲的道文 必是老辈强者祭练而成 是一件难得的逮捕法器 叶凡大秀一卷 这所玉州出现在手中 被他画成巴掌场 五光十色 玉壁无瑕 非常的精美 出位 你们跟着我做事 难道想向别人表明 与我共同杀了圣地的真传弟子吗 呼啦一声 此话一出 很多人倒退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万一被牵扯进这件事当中 那吃不了兜着走 我明白了 你们想借此成名 请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对人说 是你们与我共同出手 击毙了荒谷世间的弟子 野方的笑容很灿烂 不少人脸色发绿 这个脏水要被泼上的话 恐怕会有天大的麻烦 当下很多人飞天而去 万物母气圆根筑成的顶 虽然是绝使西针 但他们有自知之明 肯定得不到 当然也有自负之人 并没有离开 依然在盯着叶凡头上的顶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西式真物 圣地都要眼红 更慌论是他们 叶凡并没有说什么 展开老疯子的步伐 留下一道虚影 冲向山脉深处 段山上 几连又人影冲起 追了下来 果然是鬼宝动人心 就是丢掉性命 有些人也要飞蛾扑火 轰的一声 突然 叶凡掉转而回 大顶如月 镇压而下 冲在最前方的几人 当场化为飞灰 消散在空中 叶凡神色冰冷 顺悟动人心 但在出手前 不妨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不要白白的搭上性命 说完这些话 他几个起落 就消失在了大山中 将老疯子的步伐 发挥到极致 时间不长 叶凡换成另外一副戎帽 身穿一身紫衣 成为一个翩翩少年 领着一只大黑狗 走出取山 小子 你竟然有玄黄铸成的顶 给我看看 这一路上 大黑狗一眼翻绿光 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 你看错了 叶凡有些头痛 这死狗太难缠了 总是打他身上宝物的主意 就要给我 看一眼 黑黄起而不舍 无奈之下 叶凡挤出顶 让他看了个遍 大黑狗 几次想扑上来 叶凡严厉警告 你别流口水啊 这尊顶绝不可能给你 想抢的话 别说我不客气 大黑狗白爪挠心 但他知道 玄黄铸成的顶不好抢 弄不好 会把他自己压个半死 黑黄 你说那座断山 是一个狠人的道场 我怎么没发现特别之处啊 叶凡收起顶后 赶紧转移话题 西年 那位人物来头大的 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留下的道场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看出的 凭咱们现在不能挖出来吗 大黑狗顿时露出警惕之色 小子我警告你啊 别打歪主意 此地的宝贝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我的 忽然 一艘战船飞来 锐采分城滑破长空 冲进云端山脉深处 速度极快 以彩玉积连城的战船上 挂有一面大旗烈烈作响 上面写有一个斗大的鸡字 叶凡促眉 他没有想到鸡家动作这么快 主才过去不足半个时辰 便有高手赶到了 时间不长就有人冲出了大山 在四方寻找 很多没有来得及离去的修士 全都被鸡家的人接了回去 叶凡不急不缓 已经远离数十里 可是还被追问这个方向的人拦住了 他可不想回去 万一露出马脚 必是大祸 鸡家的强者大喊 站住 站住 这让叶凡皱眉 这是一个 到宫四重天的强者 那种神力波动确实很吓人 他感受到了威胁 黑黄撇嘴 本黄一口就可以咬死他 你确信 我是说以前 他有点心虚 必须要解决掉他 不然会露出破绽 黑黄 一会要靠你了 叶凡开口 又不是我的敌人 想让我出手也行 把客有秃头的种子给我 或者把玄规给我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敲住口 爱出不出手 我逃掉的话 改变自身容貌 进入茫茫人海 这辈子他们也找不出来 可是你就不同了 特征明显 尾巴都秃了 你再提这茬 我跟你急 大黑狗的脸拉得老长了 鸡家的枪折降落在地 不过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但却已是 到宫四重天的高手 阴沉着脸 你随我回山脉 有话问你们 叶凡向前走了几步 不能在这里说吗 少废话 赶紧走 鸡家这位强者呼喝 他的心情糟糕透了 一个被他们缉拿的少年 却反跳出来 明目张胆的击杀鸡家弟子 传扬出去 这鸡家将非常的难堪 可以想象 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北城 根本不可能捂得住 鸡家的强者呵斥 不想死的话 立刻转身挥云短山脉 好吧 叶凡点头 突然 大黑狗冲了出去 如一道黑色的闪电 一下子扑在了鸡家强者的身上 偷袭成功 鸡家的修饰 对叶凡有防备 根本没有将一只黑狗 放在眼中 一下子就被这只蔫黑坏的狗扑倒了 此刻 再想反抗已经来不及 黑黄铜筋铁骨 根本打不动 哄的一声 叶凡怕出意外 祭出万物母气顶 镇压而下 鸡家的这名强者大叫了一声 被活活镇死 两日后 叶凡在曲州朝阳城的一处 赌尸坊中 见到了土匪 我说 叶小弟 你这玩的太大了吧 我是说过 搞出点动静来 然后进这家赌尸坊 我会现身 可是你像切瓜一样 宰了圣地与荒谷树家 八名真传弟子 将火烧到我家门口来了 让我可是心惊肉跳啊 有什么严重吗 怎么不严重啊 鸡家来了很多强者 连神体都陷出踪迹了 鸡后月原本与他妹妹要 富瑶持圣会 却因这件事来到了此地 进入了朝阳城 我这个窝啊 看来是不能呆了 叶凡皱眉 鸡后月乃是身体 异象展出后 可击杀第四大秘境的风云强者 同代无敌 他现在绝对不是对手 同时他心中一动 同时他心中一动问道 摇池赏识大会 还没有开始吗 还没有 不过也快了 到时候我们同去 哎对了 你说鸡后月宇 他妹妹同来北域 参加摇池盛会 她的妹妹是那名 鸡子月 还是鸡碧月 我说一小弟 咱们这行人要讲究意义去 你都有一个摇汐仙子了 还打算将魔手 伸向鸡下的名珠不成 拖他嘴巴 你别乱说话 我只是想问问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月亮 反正 我们要去摇池 到时候亲眼看 不就知道了吗 说到这里 土飞抱怨道 你可真是为我惹出了大麻烦 我听闻摇光圣子也赶来了 这个地方 我真待不下去了 叶凡心中一惊 摇光圣子 此人绝对是天纵奇才 可与神王争奉 修为深不可测 在东荒年轻一代中 难逢抗手 他知道 对方肯定是冲着万无母气 顶来的 摇光圣子精彩绝艳 立志做大地 得不到黄血吃 至今肯定是盯上了玄黄圆根 涂大嘴巴扫了一眼 黑黄忍不住开口 从哪寻来的黑狗啊 尾巴都秃了 一看就有年头了 这可是大补啊 到这来还这么客气干嘛 不过这样也好 今儿晚上我找个好厨子 闷黑狗肉吃 叶凡知道 坏了 果然 大黑狗蹭的一下窜了出去 一口咬住土飞的右手 刺牙咧嘴 小子 我看你才是大补呢 卧槽 这只彩虎怎么会说话呀 土飞被吓了一大跳 接着 痛得大叫起来 哎哟疼死我了